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幾位 隔壁賢回鄉球 到今天真的可以跟市民交流和接觸 真的感受到他們的打氣 那個感受有甚麼原因 因為我們之前在東京那邊比賽 就算是市民支持的 我們也是通過一些訊息 或者不會面對面去支持我們 這次是第一次感受到 香港市民在奧運期間這麼嚴厲的反應 和他們的支持 因為我之前都沒有想到在巴士巡邏 因為還要走一個早上 也有這麼多市民在馬路的兩邊 一路歡迎我們 所以感覺真的很不同 等一下 大家感到有沒有感到 WITH甚麼 都很開心 因為始終我們奧運的時候 都是沒有觀眾 這一次可以見到他們 真是可以親口跟他們說声多謝 我聽到有些人說工都不回來看我們 我都覺得很感動 其實心情現在已經平復很多 就算經歷了在我找的失利 因為接下來還有一些不同的比賽要準備 所以我亦都沒有特別去放置一個大架 可能每一天都有保持適量的訓練 希望將自己的身體狀態盡量保持 也不會太過走樣 我現在都未完全進入那個 好像奧運之前的備戰狀態 但訓練之餘就盡量給自己打快樂的羽毛球 之後就繼續去備戰未來 可能最快都要10元開始的公開賽 打完奧運然後完成隔離也都沉澱了 你有沒有說現在有什麼 即是奇怪在這個角色有什麼新的特殊 可以再給自己想再挑戰 對我來說 參加完奧運 我反而第一件事是想去吃吃香港的食物 因為在日本都少可以吃到香港的味道 第一件事是尤其是隔離不出來 就已經不停地吃回香港的食物 還有可能我們接下來的目標是 就好像剛剛加朗說 10月中我們都會有兩個公開賽 還有年尾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型的細感賽 希望可以在這幾個比賽都可以有更好的成績 這陣子都主要想休息多一點 因為奧運期間身心都比較繃緊 這陣子都會想休息一下沉澱一下 之後再慢慢重新 這次大家都受到很多 不同傳媒也好 市民的關注也好 大家對你們的支持也多了很多 你們會想要用這些支持去推廣自己 可能這個運動或者自己想做的事 你可能看到阿雪和俊文都有一些 商業機的運動可以參與 有些運動也明星化 怎樣看這件事 首先當然很感謝各界的一些商家 其實都很支持我們 就算不論一些廣告邀請啊 贊助啊 甚至一些送禮物給我們的心意 我們其實全部都收到 而且真的很開心 大家都對運動員的反應 是這麼支持和熱烈 當然很希望這個熱潮可以繼續保持下去 不僅僅是今次的奧運這個期間 我們都是其實 可能推廣的木球之外 也都想大家知道我們都很專注在我們訓練上面 可能是想讓大家了解我們多些做運動員的生活 亦都很想他們一起加入 不只是支持 可能想多些小朋友見到我們 可能都會有興趣去做 去打完木頭和去做運動員 請問你剛才接觸了很多香港市民的打氣 你們會否衝勁巴林奧運 那次有甚麼支持 我覺得巴林奧運其實還有一段時間 中間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大賽要準備 所以暫時還未想到那麼遠 也想一步一步做好中間的過程 才想到最後巴林奧運的終極目標 好 等我放下電話 好啊 Rachan 剛才巴林奧運看到市民有甚麼感覺 即是回到香港 不就是看到市民親身的感覺 感覺很開心 因為沒有想過大家 剛剛那個時段其實都不是說 可以很多人參與到 因為很多人要上班 但是我見到很多人在公司上面打招呼 跟我們在家裡打招呼 還有剛才是有少少下雨的 所以都很開心 很多市民都跟著我們一起跑 有一位市民是跟著我們的車一起跑 很厲害 很感謝他們支持 又舉了牌 很開心 令到我們大家 所有運動員都很開心 多謝 今年有空手道這個學問 可能你有成功得到重牌 但是下屆沒有空手道這個學問 你覺得怎樣可以接觸到大家 可能對你或者對整個運動的關注 其實因為這次奧運會 令到大家都認識到空手道 了解多了 開始會留意 開始知道和跆拳道 和柔道是有分別的 但是很可惜下屆沒有 但是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空手道 空手道運動員 因為其實我們都還有很多大型的比賽 我們雖然沒有奧運會 我們都還有亞運會和世界賽 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 這次政府也有 加入了轉播員 很多傳媒報導 多了都算是關注 運動員的成績都很好 覺得之間有沒有關係呢 和大家的支持者大了很多 你們對這個支持者 如何提升反應 如何利用現在的支持者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數個收入選合團 各傳媒的過關 分析於你們的成績 如何以影響 對你們的成績 其實今年為什麼會 那麼多市民都形聚在一起去看奧運會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原因 都是因為有得看 很容易地有得看奧運項目 無論在家裡 商場 或者大家約在某個地方看 都很容易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絕對有幫助 亦都是大家真真正正一起集氣 令到我們運動員這麼有動力 很多謝大家 第二個問題是多了關注 大家看到這麼多人自己有Friends Cup 大家的反應是怎樣 運動員之間 還有你如何認同的知名度 繼續去做一個擴展的運動 或者整個運動 我沒有Friends Cup 所以我不太懂得回答這個問題 多了知名度 都還在適應 但我自己也有想 為什麼多了人認識 多了人關注 是因為大家很支持我 所以這個 intention是很好的 所以我很高興 我也很高興 怎樣去利用這件事呢 其實 我很想自己作成為一個好的榜樣 給香港的 尤其是小朋友 讓他們知道 其實做運動員 很需要永不放棄這種精神 我很希望小朋友 玩運動也好 不是玩運動也好 都要抱著這個態度去做人 希望運動這件事 尤其是這一屆 可以帶給大家這些精能量 請問一下 經過這次的比賽 經過這次的比賽 都見到大家想知道 政府方面都講了 會有一些新的資源和政策 去再講一下 怎樣運動做得好 自己覺得 可能經過這次奧運 你覺得哪方面可以再提升一些 資源調配方 其實我呢 一直從小到大都有一個 即我講回關於空手道 都有一個夢想的 就是很想空手道成為學界的項目 因為這件事是我中學的時候 一直都跟同年幾的隊友 在說 人家個個都有學界打 我們就沒有 那香港其實 能夠舉辦的比賽 比青少年也都不算很多 就是都很有限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發展到空手道更多 比青少年可以參與更多 這個是我自己最大的希望 因為我當時都參與不到 所以我希望現在的小朋友可以參與到 好 謝謝 Grace 謝謝 謝謝 什麼時候再飛 什麼時候再飛 暫時都在香港先 謝謝 走了 謝謝 我知道 支持明幸福 他們二次